学以致用是许多学生期盼的目标 而现在呢 学校未来要帮助同学找出路 不单单是坐在教室听课 例如园艺系的学生呢 还可以到户外实际学习种树 甚至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 业者还提供津贴 达到产学合作的目标 仔细听着老师教学 学校里的苗圃场和兰花园 都是园艺系最好的教学空间 甚至学生还能实际学习 如何种咖啡树 但对于加东高农园艺系的学生来说 学习还不止在学校里 他们比其他人多了个地方 就是外头苗圃场上提供的环境 而且业者还提供了学生工作津贴 尤其对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 帮助很大 让我们回家也有一些 可以贴补家用的金钱上 父母也比较不会担心 而且也藉由这个机会 让我们保送评科大 学生中有人确定毕业保送评科大 有人直升二专就读 确实因为教育部产学携手合作计划 让学生不但不必担心升学 连工作机会都替他们找好了 我想他们有了学历 那么他们也有了技术 所以他可以促进台湾整个产业的提升 其实直校和厂商的合作 也是让学校老师有机会去学习厂商的设备 产学交流 也是提升农业教学 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立新闻张晃明评东报道 来看看